栩栩如生的鸟鸣 优美的音乐 如果不介绍 人们很难想象到这是一座百年以前的鼓中所发出的声音 11月16日 在刚刚接牌的故宫博物院沈阳故宫博物院鼓中表联合修复室内 记者有幸见到了刚刚修复保养后的多座鼓中重现生机 沈阳故宫馆藏钟表文物四十余件 以轻弓钟表为主 数量虽不多 却来源多样 比较具有代表性 基本以18、19世纪至20世纪初产自英国、法国、瑞士的西洋中最为出色 故宫博物院是国家级非物质文物遗产代表性项目 鼓钟表修复记忆的唯一传承单位 鼓钟表修复经验丰富 2020年6月 故宫博物院与沈阳故宫博物院正式签订协议 在鼓中表文物分析与保护 修复记忆研究 课题科研申报 人员培训与交流等方面加强合作 共享专业平台 力争取得双赢 并最终于11月16日落成鼓中表联合修复室 此次 故宫博物院派出了鼓中表修复记忆传承天团来到沈阳故宫 鼓钟表修复记忆第三代传承人王金 第四代传承人齐浩南等三代鼓钟表修复师 均亲自演讲 也助力联合修复室的运行 我觉得最终的效果应该是把他们的钟表整个做一次保养 做一遍 然后联合地研究这些钟表的历史 来六 怎么 为什么要来到沈阳故宫 另外一个还来联合想 终于能不能联合出本修复的书 修复成果书 然后将来 刚才我们院长也说嘛 也有可能想希望做一个联合的钟表展 未来故宫博物院与沈阳故宫博物院还将深入展开合作 除了此次成立的鼓钟表联合修复室外 未来还有望联合修复清代家具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